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是拉长动线最主要还是怕群聚 因为这个病最重要的话就是因为可能是群聚的一个传染 那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在二六相镇二十七场次的大型的 全部都以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就是确保说大家在施打的过程中也能够平平安安 然后施打的顺序 而且我们都采用预约的 所以我看这几天下来的整体的打疫苗的状况非常的有秩序 那而且呢这个动线安全性都很够 董事长 请问一下我们今天现场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同仁 预约过来这个打疫苗 我们现场今天有我们工作同仁有三百位要预约来打这个疫苗 然后出动的工作人员也将近有六十位 就负责穿那个防护衣的就是等于他们每两个小时要换班 然后他们负责整个动线跟规划是这样的 那有的我们的工作同仁有的在北张化打 有的在大同国中打 那今天这边是算在哪边打的? 这边是今天是属于就是南张化就是全中二水西州西湖 所以不是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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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 我们的工造人员也是我们的工作同仁来打这样子 打完不要楼 然后回去路不放松啊是正常的 平常上天就不见息气游泳 上天也是正常的哦 好这样就好了 好 好